Hello, 大家好, 又是新片介紹時間 大家記得like和share我的影片 以及subscribe我的頻道 今天就想和大家介紹一下 石英錶的保養 咦, 很多人覺得很奇怪 石英錶是電池, 不用保養 它又不是機械錶 但石英錶其實也有些提示 需要好好地愛護它 畢竟它也是手錶 也有價值 今天就開始 以下來介紹 石英錶其實是電池 電池也有一定的壽命 當電池即將耗盡時 電壓就會開始下降 秒針就會出現很奇怪的跳動 譬如有些隔四秒鐘 隔一隔的跳動 隔一隔的跳動 跟平時的隔一隔的跳動 是不一樣的 它就會提醒你 即將沒有電 如果沒有秒針的石英錶 你會發覺它的時間會越走越慢 亦都是一個訊號 去提醒一個錶主 這錶應該是時候要換電了 如果不及時換電 電池會流電池水 沾染了電路板 會有機會 會令到你需要 整塊電路板換的時候 要付出那個費用 單單會給你換一粒電池的費用 會高額很多 所以這件事一定要很小心 很小心去留意 還有電池壽命 雖然說要兩年左右 都因應什麼類型 有些會一至兩年 有些會一至兩年 有些會有電池 甚至五至六年 都有機會有的 當然要看看使用情況 還有有沒有好像我剛才所說的 一些訊號 去提醒你究竟是否需要換電呢 再下來 其實有些人平時 不帶錶 或是有很多錶 其中有一隻是石櫻 他打算把錶灌出來 讓他不要走 那顆電 這樣就不會消耗電 這個是錯的 這個想法是錯誤的 表面上它是不動 但它的電池也是在消耗的 你不知不覺以為 它沒有消耗電 但它的電力是在減耗 而你又不知 它的電力沒有的時候 它又漏了電池水 你又不知 這樣就會令到 那隻錶 那個機芯 即電路板 又是剛才所說的情況 漏電池水 弄壞了電路板 又要整個機芯換過 又要花費一筆 又不算很高昂 但也要一定金額的費用 因為之前有個朋友 他也是 他把錶放在保險箱 石櫻 拔了錶灌出來 想著 不帶一段時間 那些電都不會怎樣 但就 真是很不幸地出現我剛才所說的情況 即是 扭了電池水 接著又要整個電路板 換過 都要過千元 那真的不太划算 你換粒電 可能都是 原廠的 可能都是三幾百 但整個機芯換的話 都要花千多元 那就不值 這個東西 雖然是很細微 但 都是需要留意 始終手錶 我們都需要好好去愛護 對吧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這裡 那我們下一個影片再見 拜拜